每周五天 每天工作一个半小时 月薪6600元 10月12号 作家陆金波在微博上 发布聘请退休交警的招聘启示 资料显示 陆金波现任果卖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 2000年前后 靠写文章出名 可身为作家的他 为什么要招聘退休交警呢 陆金波介绍 自己住在北京朝阳区关塘区域 而附近马泉营西路 和乡江北路口的路口红绿灯坏了 很容易堵车 12号中午 新经贸记者在该路口看到 人行横道上 四个角的红绿灯均不亮 街道上 马泉营西路方向上的四个红绿灯 两个不亮 湘江北路方向上的两个灯也不亮 附近居民介绍 灯坏了有一个多月 过马路全靠自决 陆金波称 自己自愿出钱 请退休交警指挥 不少网友为此点赞的同时 也有人疑惑 这是不是非法执勤呢 律师解释 交通警察是隶属于公安交警队的一种专业警察 交警指挥交通实施是一种行政授权 个人聘请的交警不具有指挥交通权利 也就是说 个人指挥交通 或以个人名义 聘请交警 都是不合法的 至于陆金波聘请 退休交警的行为 其性质是私人聘用 一旦因指挥失误 或其他原因导致安全事故发生 陆金波需负全部责任 律师建议 可以及时向当地道路 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 或管理部门反应 对此 北京市朝阳交通支队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经初步调查 该路口红绿灯为自建 线路出现问题导致无法显示 目前正在协调乡政府处理 新京报 董新闻报道